今天要见喜见菩萨 什么叫做喜见菩萨 这个菩萨 大家看了都很欢喜 他看众生 他喜欢众生 喜见众生 很欢喜 喜看见众生 众生看到他也很欢喜 这个就是喜见 喜见两个字的意思 喜见菩萨看到众生 每一个都很欢喜 众生看到喜见菩萨 每一个人也很欢喜 所以他叫做喜见菩萨 喜见菩萨 他讲了 他出来讲话 色跟色空 是恶 色即是空 非色灭空色 性至空 如是受想行事 就是不二法门 如是受想行事 是空为二 是即是空 非是灭空 是性至空 以其中而通达者 以其中而通达者 视为入不二法门 他总篇文章就是这样 这喜见菩萨 这喜见菩萨出来讲 色空 其实色就是有 空就是空 这里的色 色便不代表美不美 不代表美不美 不是跟你讲 愁或者是美 这里的色 意思就是讲有 像我们眼睛所看到 耳朵所听到 嘴巴所敞到 鼻子所嗅到 身体接触到 意识上有的 那个就是身 另外一个就是讲空 什么都没有 这两个是相差很远 一个是讲有 一个是讲空 他刚刚那位同门问的 也就是这个问题 一个是讲有 一个是讲空 盧斯尊 在学校里面 有读过地质学 地质学 方开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讲 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 早已天翻地覆 至少七次以上 七次以上 你可以在深山里面 高山顶上 挖到贝壳 贝壳的化石 高山上 怎么会有贝壳 贝壳 应该是在海底 在水里面 高山顶 怎么会有贝壳 那是 以前 古代 万年以上 它是深海 它是深海 所以你学过 地质学 你也知道 上面第一句话讲 这个地球 已经 变化了 至少有七次以上 天翻地覆 满海 酸甜 我问大家一句 有没有恐龙 有 你看过吗 我告诉你 在台中的科博馆 有人造的恐龙 台中科博馆 你去过没有 有人造的恐龙 有暴龙 暴龙 它会吃人的 那是暴龙 另外还有长脖子的 吃植物 专门吃植物的恐龙 还有灰灰的 异龙 这个都有化石 我们没有人看过 真正的恐龙 你看到的恐龙 当然是假的 你看到真的恐龙吗 没有啊 谁看过真的恐龙 电影 电影 当然是假的 没有人看过真的恐龙 但是我家里啊 有个恐龙蛋 相信不相信 年齐上次出来证明 年齐呢 我家里有一颗恐龙蛋 我家里有一颗恐龙蛋 恐龙的蛋 你知道吗 哇 这么大颗 这是恐龙蛋的化石 因为大家都相信有恐龙 为什么 因为恐龙切实有化石 那是几万年前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变化 整个都在变化 地球上有七次的变化 还有什么超级细径 那个在冰河里面 因为现在温度很高 这冰川里面 它有这个超级细径的卵子 温度高了 这冰川慢慢化解 从来很少化解过 冰川就是冰川 在加拿大 那个 就是那个公园 很漂亮的那个公园 我们去看过冰川 它那个锯起来的 用锯子锯下来的 那个冰真的是非常厚的 藏在里面 根本不化的 几百年都不化 里面有超级细径的 放出来的话 人类就完蛋了 全部都是 这世界很奇妙 它有七次的天欢地附 本来是一有的 就变成空 没有 没有了以后再生长 生长以后变成有了以后又变成空 这样连续有空 已经变化了七次 你研究地质学的人就知道 几百万年以前 数百万年以前的东西 你都可以找得出来 像恐龙 我们没有人看过 它确实存在过 说有跟空啊 是一回有 一回就没了 所以我们现在人 现在这个世界 看来地球上也不太容易住 不太容易住了 因为天气越来越热 越来越热 地球越来越发烧 地球发烧了 土鲁湾 你知道土鲁湾吗 火焰山 土鲁湾 火焰山 现在多少度 有人跟我讲 现在已经七十度 每一天都七十度 火焰山啊 西游记里面记的 记在孙悟空 这个经过火焰山 那个温度很高 没有办法过去 只有跟铁闪公主 他的拜把兄弟 牛魔王的太太 切上公主 借那个烘火山 去上那个火焰山 把火给它熄灭了 才能够过去 你知道土鲁湾的火焰山 现在温度几度 七十度 你说有东西可以活吗 你把火焰山的七十度 将来地球发烧的时候 现在四十度已经到了 我告诉你 四十度 我记得上海 前几天看那个 说上海 四十度 这个台湾 三十七度 台湾三十七度 上海四十度 土鲁湾 土鲁湾七十度 我们这里现在已经很热了 西雅图已经很热了 差不多接近三十度 二十八 二十八 二十八我们就觉得很热了 地球有一天到七十度 好啦 整个地球都七十度了 还能住人吗 没办法住人 那时候变成什么 那个时候就是空 没啦 所有东西都融化 柏油啊 大妈咖 两条咖 哎哟哎哟 真的 那个柏油路 那个都全部融化了 你不能走啊 告诉这是佛啊 那时候地球就是火天 还有东西吗 没有 你还跨什么步 跨什么壕沟 反正大家都升天了 依照月圆 你的自己手上的月 到了哪一个境界去 没有人类了 没有人类了 这个就是空 所以这地球的本质 本来就是空 这个有是短暂 短时间的 没人类了 这帖子 这帖子 没人类了 没人类了 这帖子